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展嘉瓦系列基础教程 从本次课开始呢 我们就要介绍第七节的内容 第七节的主题是控制风险 哎 其实啊 我们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 倒霉的事情总是随时会发生 像什么丢钱啊 工作出菜子啦 等等等等 那程序也是一样 因为程序毕竟也是人写的 我们经常会说哈 针对于这种初级开发人员来说 Bug是无处不在的 随时都有可能会遇上一些陷阱 那这些就代表哈 程序代码是存在风险的 那到底什么是有风险的程序代码呢 我做几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sisting.alt.println 5除以0 好运行看看 哎 5除以0其实我们大家从小的时候学数学就知道哈 被除数是不可以有0的存在的 那同理哈 因为程序也是从现实世界中而来 那5除以0这种算术运算 在加瓦程序中也是不被允许的 看到没有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 好 他说的是exception insured man exception的中文是异常的意思 在man线程中出现了异常 因为除号除以0造成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出现了风险的这样一个程序代码 还有一个比方说 inter x 等于new inter 1 2 3 4 5 还有我创建了一个有5个元素的整形数族 接下来 inter i 等于0 i小于 等于 x点 lens x++ 我是想便利这个x的值 xi 也就是说i从下标从0开始 小于等于x点lens 对 i哈 小于等于x点lens 就是这个数族的长度 应该是5 i++ 然后每循环一次的时候 都会打印出第x的第i的下标的这样一个元素 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错误哈 语法也没有报错 没有出现红叉 那接下来我来运行一下看看 诶 1 2 3 4 5输出来没错 但是在最后一步怎么又出异常了呢 这段代码哪里出问题了呢 同学们仔细瞧一瞧 我这里的确有5个元素啊 i等于0 x点lens就是5嘛 没错呀 我以5代看看 结果依然出异常 而且这个异常是什么呢 叫做array index array是数组 index是下标 out of bounds是 越界 数组下标越界 诶 我这数组下标越界了吗 从0开始小于等于我循环几次呢 循环6次 但是我这个数组好像只有5个元素吧 也就是说循环到第6次的时候 他输出的应该是x5的时候 发现并没有x5这个元素 他最大的下标只到4 0到4 01234刚好5个元素 结果呢 012345是6个元素 到我要循环打印数组的第6个元素的时候 出现了数组下标越界 异常因为它只有5个元素 好 这段代码的话呢 跟上一段代码来说就更隐蔽一些了 我们怎么知道哈 仅仅就是因为这个等号多写了 等号多写了 结果造成了我们的数组下标越界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 有可能会引发异常的这样一些东西 好 再举一个例子 OK 那它这里直接报错 那这样子吧 我再去想办法哈 去构造 一个异常看看行不行 test1 test1 等于new test1 好 接下来 test1 x 点 lens 好 我把死剧x放到了哈 跟弯方法平级的地步 也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成员电量 接下来呢 我得到了test1的一个对象 小写的test1 好 test1打点掉用x是没有问题的 再打点掉用lens 也就是说我想得到这个死剧x的这样一个长度 好 你行看看 需要我保存 诶 出异常了 这个异常叫做now point exception 空指针异常 什么意思呢 空指针也就意味着x它是一个空 它是一个空 空的东西 你去调用这个对象的lens 也就意味它在内存结构中都不存在 结果又去调用它的lens方法 会爆空指针异常 好 以上 我所演示的 都代表一种有风险的程序代码 也就是说这些程序代码都是有问题的哈 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异常 好 这些就是有风险的代码 有风险的代码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时候会出现异常 如果我不去调用这个x它会不会出异常呢 不会 不会有任何异常 这段程序代码圆满结束 但是一旦我要去调用这个变量x 这个空的x 它就会出异常 那问题来了 异常哈 是会造成程序的一个中断 好 程序的中断 比方说我这段代码后面还有一个 好 and 如果没有这句话 这个and是会顺利输出的 但是一旦出现了这句话 程序就在这个异常这个地方哈 就会中断 那后面的代码都不会执行了 那问题来了 其实很多时候哈 异常呢 我们可以去捕捉它 比方说如果抛出空子针一场 我能不能想办法去出实话x呢 就是相当于给它一个值啊 好 然后我能够让我的程序继续运行下去啊 可不可以这样呢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因为异常发生了 我们得想办法让异常不要中断 程序的执行同时我们还可以去处理异常 那加瓦就提供了一个应对这种有风险的程序代码的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叫做捕捉和处理异常 捕捉和处理异常 那怎么捕捉和处理异常呢 这里就用到了几个关键字 一个叫做try 一个叫做catch try和catch 注意它的写法 try try它变色了关键字 后面跟着一对花括号 花括号是try块的t 紧接着有个catch块 是紧跟着try块的 catch后面呢 是一个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写什么呢 肯定是参数 参数怎么写 好我们来看一下 try和catch是什么意思呢 try的话其实是监听 监听 监听有可能发生异常的代码 比方说这些 比方说啊 我基本上可以赌定它肯定会出异常了 那这个句话很明显就是有可能会发生异常的代码 那try块你们可不可以放也有可能不发生异常的代码 那可以哈 你try了你 try块你们要放多少代码都无所谓 只是说它要放的是有可能会发生异常的代码 那好 那catch块做什么呢 就是说catch块catch中文就是捕捉的意思 发生了异常我就得想想办法去捕捉 捕捉到了以后怎么做呢 去处理它 在哪里处理呢 在这里处理 好比方说 空指针异常 看清楚我这个参数怎么写了哈 好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发生空指针异常 所以我这里的参数就是定义的空指针异常的一个变量对象 一 好 一旦发生异常 程序并不会中断 而是进到catch块 而catch块恰恰指定了个lapoint 也就是说我可以捕捉到这个lapoint 那就进到这里来处理 怎么处理呢 好 我可以初始化 这个s 初始化这个x 应该叫x test1.x 好 我可以初始化 初始化以后 再输出 长度 好 再输出长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当然我们正常情况下 就我们真的在做程序开发的时候 我们补作异常 未必会 会这么写哈 但是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看你到底要怎么样处理 好的 也就是说 11是怎么回事呢 代表 好 我输出了x的长度 这里呢 很明显 首先初始化 执行入口 和闷方法 初始化 test1类的对象 test1 紧接着执行这句话 结果发现这个 stringx test1这个对象的x 并没有被初始化 会抛异常 那 抛异常的话 就会自动进到 开启块 好 开启块呢 正好这里 是now point exception 来接收到了这个异常类的对象 紧接着在开启块里面处理 怎么处理呢 初始化 test1的x的 这个test1对象的x的属性变量 给它一个值 接下来我又重新输出 这个x的长度 紧接着 执行完开启块之后 继续执行 system.out.println end end ok 这个就是try和catch 记住try后面跟的是花括号 try块之后一定要跟一个 至少跟一个catch块 catch小括号里面写的是 异常类的对象 意味着try块里面有可能会抛的对象 会进到catch块 那问题来了 如果我这里写的不是now point 而是array index out of bounce exception 数组下标越界一场 也就是说我这里想要捕捉的 是数组下标越界一场 而不是空子针一场 好 接下来我来运行看看 结果发现 这句话引发的一场 我并没有顺利捕捉到 因为 这句话 会引发空子针一场 而我想要捕捉的 却是数组下标越界一场 没有捕捉到 那怎么做处理呢 继组下标 继续加一个catch块 只不过这个地方用的是now point exception 好 也就是说一个try块后 我其实是可以跟多个catch块的 是可以跟多个catch块的 好 运行一下 好 你会发现这个catch块没有捕捉到 但是却被这个catch块捕捉到了 好 这个就是try和catch的用法 那try块用来监听 有可能会发生异常的代码 而catch则是捕捉异常的 那问题来了 异常又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异常类的 我们把它叫做exception 在加瓦中叫做exception类型 就是异常类型 这也是所有异常类的负类 记住加瓦都是单根继承的 所有异常类的负类 那我要捕捉异常 也就意味着我要用特定异常类的对象去捕捉 那异常类在哪里呢 其实是在加瓦边 lan包 这里是提供用加瓦编程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的一些基础类 exception是一个类 好 但是呢 它又是一种 一类非常特殊的类 叫做异常类 那我们看到加瓦点难包 它除了有接口 有类的摘要 有枚举 它还把异常类专门放在一个叫做异常摘要 这个地方 OK 这里有很多以exception结尾的异常类 这都是加瓦预先定义好的一些异常 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一些异常 好 我们先不管 我们首先来看 exception 好 exception exception 是所有异常类的负类 但是它的祖宗又是谁呢 它继承了谁 继承了死柔 好 继承了死柔 这个地方可以写一些摘要 哈 继承了死柔 A 但是它本身 是所有异常类的负类 是所有异常类的负类 那看一下 exception 它是可以有构造方法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一些子类 哇 这些exception结尾的都是它的子类 比较常见的 空止增异常 当应用程序试图在需要对象的时候 也就是说 它调用空对象的时候 哈 就会抛出这个异常 now point exception 看它是怎么定义的 public class now point exception extends run time exception 它继承的是run time exception 但是看一下run time exception 又继承的是谁呢 继承的是exception 好 请注意 exception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类 叫做run time exception 我们把它叫做运行时 异常 这都是看API看出来的哈 运行时异常 那运行时异常呢 有很多子类哈 这个运行时异常是怎么回事呢 是在加瓦蓄理机正常运行期间 抛出的异常的这样一个负类 好 看一下 它都有哪些子类 它只说 已知的子类什么 now point exception啊 还有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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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out of bounds 没有哈 但是有erismatic exception 我们之前5除以0的时候 抛出的就是erismatic exception 好 上一步 上一步 看一下 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 数组下标 越界异常 它继承的是 下标越界的这样一个异常 下标越界异常呢 又继承了 run time exception 也就是说 其实数组下标 越界异常 应该是run time exception的 孙子 好 是exception类的 真孙 诶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这个血缘关系呢 血缘关系 相当于 exception 下面的 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run time exception 这个是经常用到的 run time exception 又有哪些异常呢 比方说 空指针 异常 好 还有呢 index out of bounds 异常 但是 index out of bounds 异常 又有一个 子类 叫做 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 挺有意思的 我只是这样捋一下 捋一下思路 就是说 exception呢 继承了 throughable 是所有异常类的负类 那么它底下有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子类 叫做run time exception 就是加尔蓄理机在正常运行时抛出的异常 那在正常运行时抛出来的异常呢 又有很多的子类 不管是它的子类还是子类的子类 都算着它的子类 像now point exception啊 reindex out of bounds exception啊 等等 ok 这是 异常类 异常类 异常类以及它的子孙后代 都是加瓦定义好用来捕捉和处理异常的 到底怎么捕捉异常呢 这里已经演示过了 其实就是try来监听有可能发生异常的代码 一旦出现异常 会跳转到catch子句 好 catch快 catch快的话呢 就会用一个特定异常类的对象去捕捉 如果捕捉到了 就进到这个catch快里面之行 好 如果没有捕捉到 进到下一个catch快 那注意 我这里再加一个catch快 用的是exception e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味着这些都是exception的子类 如果他们都没有捕捉到 我就会进到最后一个最大的 用一个exception的这样一个异常对象来捕捉 因为他可以捕捉所有的异常 好 第二个方法常用的 好 print stack trace 就是打印出这个异常的追踪信息 ok 这里的话 踹块出异常 首先 如果出现异常会进到第一个catch快 第一个catch快没有捕捉到 它发生的并不是宿主下标 越界异常就会进到now point 如果now point也没有捕捉到 它不是抛的这个now point exception 那就会进到最后一个catch快 请注意最后一个catch快的范围也是最大的 它是不能够放到前面的会报错 因为前面的范围大于后面的范围 后面的catch快根本就走不到 请注意最后一个catch快一定是范围最大的 它的异常类的范围是最大的 好 这个就是 异常 捕捉异常 异机 处理异常 请记住 有风险的这种程序代码 在我们的真实的开发中是无处不在的 因为它是在JVM就加尔心理机正常运行时 可能会跑出的异常 比方说 有时候满足某些条件 我才会跑异常 好 这个很明显是bug 那我怎么办呢 如果try快中 try快中 没有异常的存在 比方说 我直接打印一个数字5 也就是说这句话是根本不可能出异常的 那这个catch快怎么办呢 其实运行看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catch快都不起作用 try快里面的代码是有可能出现异常 也有可能不会出现异常 不出现异常的话呢 try快走完 继续走到下一步 catch快不管 但是try快一旦跑异常 就会去用catch字句来捕捉异常 处理异常 好 这个就是加瓦的异常和捕捉处理异常的这样一个流程 请注意 异常是加瓦中非常特殊的一类类型 一类类型 加瓦定了很多异常类 来对应处理不同的异常发生 好 这个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到底什么是有风险的程序代码呢 以及异常是什么 什么情况下会抛异常 程序会发生异常 以及我们怎么去捕捉和处理异常 那学习到的关键字就是try和catch 好的 那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节课的话呢 我们会继续介绍加瓦的异常处理 我们下次课再见